本堂除了有大型商場和觀客可以逛街之外 還有很多位置可以散步和拍照 跟我來看看 《啟動九龍東》計劃曾經進行過美化後行的活動 請了一班本地和海外的藝術家 學校團體在洪桃道附近一帶的36條後行 畫了不同風格的壁畫 大大小小的桃鴉和壁畫 連續有1000米 絕對可以拍照拍到手軟 而經過翻新的晉業街遊樂場 亦增設以舊式工廈為主的藝術裝置 來山黑布拍照也不錯 至於港渡觀堂 當然不可以不提因為電影而爆紅的致命橋 粉紅的長身圓形的橋頂 加上左右兩邊都有窗口 簡簡單單就可以拍到文青感十足的美照 之後順路去觀塘海濱花園 看著海景休閒散步 再在標誌的鐵塔前面拍張美照 或者喜歡舊式屋邨的 相信對這些藍色圈圈不會陌生 圓形開口的水泥牆就下角度拍 真的很像一條時光隧道 而旁邊還有一個粉紅色的小殼 外場圓形的架構和中空的設計 足夠Punk之餘 影廠還有視覺效果 最後想在觀塘找個小花園坐 這個花園採用了梯田式座位的設計 舒服得來又很好拍的 小花園採用了梯田式座位